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张画很像小孩子玩的积木 好像积木在摆出的块状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建筑结构的东西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 真正的建筑上的圣心堂 这个教堂的这个圆拱顶 这边也有圆拱 然后有一些这些 罗马式的这些拱顶的东西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下面都是楼梯 所以在整个爬楼梯的过程 因为那个楼梯并不是陡直的 它是盘绕在山路上的 所以你每一次看圣心堂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 都从不同的角度看 所以最后你对那个教堂 其实有一个面面观 我这样形容吧 就是去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楼梯本身在盘旋 在盘旋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左边看到圣心堂 你等一下走到楼梯右边 你从右边又看到圣心堂 然后皮卡索就把 每一边的圣心堂看到的面 全部分割分割 然后变成了这个圣心堂 这叫做解析立体主义 有人叫做分析立体主义 就是它开始切成小块面的东西 那这里面当然说明一件事 就是说画家不愿意站在一个定点 看一个固定的东西 他要移动了 他本身要移动 各位有没有看过 学习画的人画画 常常站在那边拿一个比 然后闭起一只眼睛 对不对 左眼闭起来 用右眼这样比啊比啊比半天 那那个东西在干什么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中国山水画家 这样子面对的黄山 这样一直比 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两种不同的画画的方法 西方画画一定找focus 一定找透视点 那中国的画里面说 山形步步移 你在爬山的时候 山的形状是跟着你的每一步都在移动的 所以其实中国的山水画 刚好是跟立体派的观念是相近的 就是移动视点 它本身是一个移动视点 所以宋朝就提出了 山形步步移 这样的一个观点 只是我们在画山水画的时候 我们不像皮卡索用切割切割的方法 我们用连续的方法 所以你不觉得这么突然 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它中间是有很多相通的关系 所以我会建议朋友到 我这次做那个语音导览 里面也讲了这个 我现在很担心每个人挂了耳机在那边 就闭左眼又闭右眼 那我的建议是说 你在这个圣心堂的画面前 你不妨闭起左眼用右眼单眼看 然后过一会儿 你再闭起右眼用左眼单眼去看 你会发现那张画本身在动 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 对视觉的focus的这个挑战 或者各位自己回到家也可以练习 你放一个杯水在你面前 你闭起左眼看 过一会儿你闭起右眼看 你会发现这个杯子在移动 因为左眼跟右眼本身有视差 视的角度的视差 所以它本身就是 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切割开来以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块状的方式 非常像电影其实 等于你在拿这个电影机在拍摄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拼贴出来 所以我很希望立体派 不会让大家下主 因为很多人说 皮卡索一到立体派 我们就不懂了 那其实立体派 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通过它 了解说它在做什么样的一种视觉上的革命 我现在用到视觉革命 我觉得立体派不只是绘画革命 同时是视觉革命 它挑战你自己眼睛看东西的方法 不是画画的方法 注意 如果改革画画的方法叫做绘画革命 改革你眼睛看东西的方法叫做视觉革命 所以我觉得立体派是一个视觉革命 它提醒我们的眼睛本身是自由的 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看一个东西 可是人很奇怪 人习惯了一种不自由 你一旦给他一个自由 他非常害怕 他宁可退回到那个不自由的状态 那这里面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刚刚接触皮卡索立体派的人 都很想退回到他蓝色时期 因为那个不自由还比较安全一点 安全跟自由本来就是矛盾的 本来就是矛盾的东西 其实皮卡索很想把我们从安全的世界 拉到一个自由的世界 就是以自己去自由意志地选择你生命里的自由 对他来讲也许对一个创作者来讲 其实安全是一种怠惰的开始 是一种停滞的开始 所以我想等一下各位就看到 其实皮卡索在他生命里面 跟他的创作里安全跟自由 这两个相对的概念 他一直在矛盾 他自己也有挣扎 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 倾向于安全跟倾向于自由这两部分 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渴望安全 可是安全本身就是我们保守的开始 然后我们渴望自由 自由可能变成一个不安全的状态 可它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的一个开始 所以这些矛盾的概念 在皮卡索的创作当中 不断被提出 不断被提出 那我特别希望 我们在看皮卡索立体派之后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不再有一个祈求结论的感觉 因为皮卡索只是提供经验 他不希望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固定的答案 他不希望我们看完皮卡索以后 觉得这就是真理 我们就拜他就好了 他不是神 二十世纪的人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后 其实是希望人自己出来做自己的上帝 负责自己生命的价值跟尊严 而不是把尊严跟价值寄托在另外一个 一个所谓伟大的一个东西上 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点辛苦 因为当人自己努力要做自己的时候 他不习惯 他其实宁愿把生命寄托在一个力量上面 所以立体派很多的内在的部分 我想我们必须回到二十世纪初期 当时的人类的那个价值的革命上 我们大概慢慢可以理解 皮卡索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改革 好 我们再试试看 皮卡索这次没有来台湾 这张来台湾了 来台湾的一张头像 他把一个人的脸 鼻子 眼睛的部分分割 然后嘴巴 这边有一个烟斗 上来的一个烟斗 其实我们大概你会发现 你比起左眼比起右眼 你慢慢看 你会发现里面是一个 被破碎掉 被瓦解掉的人的脸 重新的一个移动的感觉 整个在一个静止的绘画 平面空间里面 开始有一个动的过程 然后你慢慢会发现 它其实组合成一个 更可能的完整的人的脸 就是我刚刚用那个 破碎静止的理论 它其实有一个 更为对于整合的 期待跟渴望在里面 一个真正对于整合 跟圆满的渴望 可能是经过破碎的 没有经过那个破碎 其实那个完整 可能只是一个概念的符号 当它被打碎了之后 它重新期待那个东西 再完整以后 它是一个坚固的圆满 一种坚固的圆满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都有 皮卡索对于一个型的 我觉得非常实在的 那种实验性 就是讨论一个形体 到底怎么构成 去分解它 去探讨它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整个西方的科学 在进行非常巨大的革命 在爱因斯坦的 很多的理论之后 物理的世界里面 在找很多 比如说原子这样的东西 什么叫做原子 大家隐隐约的 听到这样的字 一种最小最小的 物理上的存在 然后现在发现 它也不是最小的 好 在物理上 如果一直在探讨 一个更为本质的存在元素 那么在绘画上 它也希望分割 分割到最后有一个 最后有一个 最小的块状的出现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它开始对这个东西 有了极大的好奇 我举一张 这张是没有来的 它是画一个画廊的老板 叫Volach 然后他把Volach的脸 整个切割 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他当时怎么去切割 这张脸的过程 我们看到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这个形在拼接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真的非常有趣 完全像一个 打碎的镜子里面 照出来的那个人的脸的 这个重新拼接的一个 一个努力 我们看一个局部 整个的头部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线一直切割 一直切割 就是因为移动四点的关系 所以它构成了 几个块面的组织 这是在解析立体派的前期 解析立体派再到后期的时候 分割到 我们真的看不进去了 我们已经完全不知道 它到底在画人 还是画风景 可是它已经变成 绝对的几何元素 完全的几何元素 这个时候 它带动了很多的风潮 俄国的构成主义 constructivism 受它的影响 抽象主义 康定斯基 受它的影响 我们看到20世纪 最重要的 现代主义的流派 全部是因为 比卡索的立体派 带出来的 所以他说 赛斯上是 20世纪所有画家的父亲 现代主义的父亲 其实比卡索也几乎是 后来现代主义 所有画派的父亲 几乎没有一个画派 不跟比卡索发生关系 我刚刚指出的是 俄国的 马列维奇的 constructivism 构成主义 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 后来在德国发展出来的 这个抽象主义 1910年 然后 1914年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 Botsioni这些人 所做的革命 也跟立体派有关 几乎全部都跟立体派 发生极大的关系 因为他把视觉革命 带到了一个 最本质的这条路上去 这张作品是 这次来台湾的 他的解析立体主义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张 他的题目叫 《吃曼陀林的男子》 可是你不必太大的 期望想要在故宫 看到里面有曼陀林 有男子 那标题已经变成了一个 可有可无的东西 各位会发现 音乐里的标题 绘画里的标题 都是一个引导我们 去观看绘画 或者听音乐的一个启发 是启发 同时也是一个障碍 我跟很多朋友举例说 你说这是贝多芬的命运 然后大家请听命运 听完以后 请大家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在讲命运 其实没有人在讲音乐 我听到了一种人的奋斗 人的挣扎 我们说好 我们现在来听贝多芬的田园 那听完以后 有人就说 我听到了鸟叫 听到水在流 全部从田园在联想 所以我们会发现 艺术里的标题 其实使我们的听觉 受到了障碍 也使我们的视觉 受到了障碍 你在故宫 你会发现很多人 在看比卡索的展览的时候 不见得在看比卡索的画 而是在看旁边的牌子 好像那个牌子才是画 所以牌子是什么 牌子是一个 你期待它解释的东西 可是画本身是一个 视觉上的直接对线条 对块状 对色彩的反应 好 这个习惯其实很难改过来 非常难改过来 因为我们常常期待 我对绘画里不了解的东西 可以从那个文字的东西代替 可是文字当然不能代替 我告诉你说 我今天听了一个 贝多芬的田园 那其实他没有说明任何东西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到音乐的话 因为应该是我们的听觉 直接从那个声音里面 听到东西来 绘画也是一样 他应该从视觉直接去看 所以比卡索这个时候 他们用所谓的 持曼陀林的男人 他只是用了一个 谈曼陀林的男人 做一个具体的异象 可是他开始切割 切割到最后 他希望我们的眼睛就在看 像积木一样堆砌起来的 一个块状的分割 而不再是做文学上的联想 各位发现 蓝色时期有很多联想的美的东西 所以我说他文学性非常高 非常的失忆 可是立体派 完全切断了我们联想的可能 他让美术 让绘画回到视觉本身 回到visual 回到视觉本身 那不然的话 这个美术会被文学替代 会被文学替代 所以比卡索忽然相反 于他自己蓝色时期 所做的努力 把整个人带回到 原原本本的视觉经验上去 那这是在解析立体派 分割成块状 最完整的一件作品 那解析立体派相信 宇宙之间的很多的物体 是由很多很多的小块面 慢慢慢慢组接起来的 就像刚才讲的 元素里的原子或中子 直子 粒子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基本上 都不太用颜色 他们把颜色抽离 因为他们相信颜色是一个 有时候是比较主观的情绪 他们宁可只用小的笔触 用一种灰色 灰褐色 就是有一点灰 带一点咖啡的颜色 去组成块面跟质感的这种东西 那当时有几个画家 像布拉克这些人 全部都跟着比卡索画 一模一样的画 全部进入到立体派的世界 那比卡索也变成立体派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 革命的大师的人物 可是很有趣 当所有全世界的艺术家 忽然领悟说 我们已经到了立体派时间了 都开始画立体派 比卡索忽然不想画了 他忽然又开始有点要变 等一下我们看 他颜色在立体派里面 又恢复了 这个是他用线条去勾的 一个所谓入座的夫妇 不太清楚 我想在画面上不是很清楚 各位到故宫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他是两个人 一个男子在这边 一个女子 女子用手去拉这个男的 然后前面有一个桌子 这边可能看到一点点桌角的暗示 然后桌子上有几张扑克牌 摆在那个地方 是用立体派的线的分割 去完成的一个视觉 视觉经验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的块面分割 已经越来越完整 他自己也得心应手地 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 所有的视觉空间 好 他这个时候 各位记不记得 他在蓝色时期 粉红色时期画过那种 穿菱形彩衣的小丑 好 那个时候小丑的那个手 身体都漂亮得不得了 然后那个菱形分割 他现在还在画那个小丑 他只是用立体派的空间 把它分割掉了 把一个人的头部 简化到这个地方 眼睛嘴巴的状况 然后身体 腰带 然后脚 腿 那这里面开始出现 这种块状的拼贴 块状的拼贴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golage 就是拼贴两个不同的块状 构成的空间的叠压 构成画面里面空间的暗示 因为他们认为 一张画本来就是平的 虽然你觉得那个画里面 有三度空间 可是摸起来根本是平的 所以他们开始用很多 很简单的方法 就把块面 界定出来 而且 是平的 第二个 这种画面 就是平的 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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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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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